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避难返 即将灭亡 明朝末期正好处在小冰河时期 这种气候下天气变异 粮食大幅减产 农民流离失所 李自成 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 外有皇太及清军 内忧外观之下 明朝这头已到暮年的大响 终于轰然倒下 可当初清八旗军队不过六七万 其他的都是满汉军队 可谁曾想到 这满清却快速征服中原 这跟明朝将将和将臣不无关系 这些人为满清的统一全国 那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朝末年投降满清的将领和官员 那是数不胜数 这些人不讲民族大义 只讲利益 三位著名的投降满清的人物 第一位是红成丑 第二是吴三桂 第三是孙可望 吴三桂打开了潘多拉摩河 也就是打开了山海关 从后中原对于满清来说 已经无险可守 满清铁骑可以长驱直入中原大地 他对满清的功劳那可是功不可没 而且投降后 为了获得新政权的提拔和赏识 他率领他的部队一路南下 最终消灭了南明最后一个政权 永利政权 亲自下令交死永利皇帝父子 从此中原反清复明再也没了指望 红成愁他在崇祯朝 崇祯对他那可是不薄 唯以重植 那今天来说 他可是明朝的中央领导 而且嵩山之战后 崇祯以为他迅活 还在北京高调祭奠他 他对得起崇祯对他的信任 但是他被满清俘获后马上辩解 为满清南下出谋划策 而且在多尔滚已经满清的一些战将枪继续事后 多尔滚被顺制直接派往